这个刚刚提到的926 039还有那个052D 他们是参加了阿拉伯北部的海洋卫视3的联合巡航军演 军演完了之后呢 他们就在运渡洋附近转啊转 转啊转 等到2023年年底的时候 然后才回来到南海 与此同时刚刚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讲到的 美飞开始第二次的这个升级版的联合巡航了 这张图来带给大家 这个是美国菲律宾的第二次的合作 有升级 为什么说升级呢 菲律宾是派出了海军的四艘舰艇 两架军用直升机 美国派了什么 一艘航母 一艘巡洋舰 两艘驱逐舰 与此同时大家也看到了 中国解放军南部战区1月3号到4号 南海例行巡航 当中有提到说 战区部队全部保持高度戒备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 国家主权安全和海洋权益 任何搅局南海制造热点的军事活动 尽在掌握 谦哥 以您的专业理解 何谓尽在掌握 结合您刚刚讲到的潜舰包括伊托 南沙西沙群岛的机场军港雷达战 大型的军事基地战 中国是不是已经可以说完成了整个对于南海的实际控制 在基础军队的建设这个部分早就完成了 早就有控制权了 这一点是无庸置疑的 我想任何学军事人都知道 中国大陆对黄岩岛的岛礁的摧田 如果必要的时候 那就是完成了大三角 我想这个我们在很多次的节目中都跟各位介绍了 但是即使没有这个黄岩岛 那中国大陆目前的这个大三角跟小三角的军事建设 事实上早就完成了 而且呢也已经经过很多次的转场 例如说歼20也到南海去过了 另外052 053 054 055 那也都去过了 所以也就是说这些基地的使用早就都已经在进行了 这点就没有问题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能力 那雷达也装设了 没有问题了 还有这个防空的护卫系统 很早就进入演练的阶段了 然后海军跟空军在南海的士兵演练 时代演练也已经进行了很多次 所以对南海的战区的地形地貌 还有情况 其实中国南部战区的掌控能力是很强的 那在这一次 南部战区为什么会特别用的净在掌控 净在掌握中 字越少事越大 对 那其实这个是放出一个讯息 也就是说对于美国跟菲律宾 早就在设计的东西 不管从政治的情势研判 从军事的情势研判 以及从战区的军事情报的研判 早就预料到他们会在这一段时间会做动作 所以解放军早就准备好严正以待 这个是代表什么 情报分析能力 政治的 军事的 跟战区级的 那都很详实 那因此 这次的军演是针锋相对 也就是你看1月3号4号 中国就是1月3号4号 而且菲律宾是在于昨天 1月3号突然间宣布 那中国大陆早就也同时给你宣布 各位一个军演 那不是你说演戏就可以马上演戏 你的飞机要怎么飞 船要怎么跑 后颈补给要怎么接 然后所有的都要写 所有的都要有预作方案 那不是说 其实我们连出国旅行 我们都要预作方案 假设我今天讲 想是三妹 你今天你要去 你想说我今天要去百货公司 那你还是要想规划一下路线 然后你还是会想说 我要在那边大概会待多久 我要采购一些什么 你都要做方案 军事行动的方案更复杂的 所以那个东西是完全中国大陆 早就掌握了 所以你看马上就宣布 军队就出来 船飞机就上来 然后那个039就回来了 早就在那个地方 准备好了 好 好